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屯門公眾騎術學校於1994年建成 佔地4萬平方米 是香港賽馬會客廈規模最大的公眾騎術學校 它位於新界屯門以西、背山面海、環境清幽 這裡除了有三個全天候沙地練習場 和一個設有60個座位的空調霍室之外 最特別的就是在馬房後面有一條上山的小徑 而且風景疑人 在這裡騎馬度步, 感覺真是充滿 美琪, 認識你這麼久都不知道你會騎馬 騎馬?誰說你知道我會騎馬? 你發白了夢而已? 是呀, 我今天叫你來 就打算叫你陪我報名一起學騎馬 就打算了 這麼大件事?你讓我回家想清楚吧 不用想了, 因為我們到了 快點走吧, 走吧 這裡真的比照片最大很多 除了有訓練用的練習場之外 還有一個令人可以更加貼近大自然的荔枝園 你看這裡, 綠樹成蔭 最適合人和馬自由自在地在這裡走動一下 原來你在這裡 還讓我在荔枝園不斷找你 怎麼樣?看不看得這麼入神? 你看看他們騎馬騎得多厲害 不知道我什麼時候才可以這麼厲害? 你啊?真的很難說 你看死我 那個不是梁浩賢? 梁浩賢?你有沒有看錯? 你好嗎? 對, 浩賢, 你好 你好 你也來騎馬嗎? 對 很好玩 好帥 好帥 好可愛 梁浩賢, 全方位平馬人 分別擔任膽識過人 賽後理點體 以及放眼馬世界節目主持 除了本地賽馬 他對海外賽事和馬匹血統都有深厚認識 所以同時獲邀 出任多項國際賽事的現場直播節目主持 浩賢, 我們是你的粉絲 你主持的賽馬節目 我們全部都有看的 對, 先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支持 想不到今天在這裡見到你 原來你也喜歡騎馬嗎? 對, 其實很小的時候 你很喜歡馬 七、八歲的時候 跟爸爸看賽馬節目 去到十七、八歲的時候 曾經考慮過做騎師 不過小時候始終家境比較貧窮 還有當時也沒有那麼多門路 可以進來學騎馬 但之後想不到現在來到做賽馬節目 工作上也跟賽馬相關 當然了, 自己也喜歡馬 你騎馬那麼厲害 不如教一下我們 可以的 不過可能你要多等我兩至三年 因為我沒有專業教練資格 我不能教你們騎馬 不過… 不用失望 來到屯門騎術學校 很多專業騎馬教練 會教到大家 像我身邊的B Sir 他就是這裡的專業教練 Hello, 大家好 屯門公眾騎術學校騎術總教練陳世健 於2013年考獲英國馬術協會教練資格 是香港以至中國大陸 第一位考獲這個資格的騎術教練 他曾先後於1998年曼谷亞運會 2001年的新德里國際大賽 以及2010年廣州亞運會 代表香港隊參賽 他同時也被委任為北京2008年 殘澳運動會香港馬術隊教練 這間馬房很大 究竟住了多少隻馬 這裡大大小小有七十八隻馬格 大小馬加起來有七十八隻馬 所以入住率也很高 而每個馬房都有獨特的設施 地上鋪了膠夕 有它的窗 而每個馬格都有自動供水器 所以設施非常好 看這裡的主客多滿意就知道了 這隻馬很小, 挺適合我 我選你 這隻是一隻小馬班的馬 專門給你六至十四歲 或者在105磅樓下的學員騎 我猜你也不超磅都超零 錯了, 教練 他們兩個都超的 真的嗎? 錯了, 我兩個都不超 是嗎? 你好 很可愛 聽教練說 初學者會按照自己的年齡和體重 被騙入大馬班或者小馬班 教練會先教他們了解馬匹的特性 然後就會教他們在馬上的正確助織 最後就是如何操控匹馬 我知道你想說我要參加大馬班 你看著來 還有一天我會參加聖裝舞部 和障礙賽的訓練課程 教練, 你不是說教我們大學騎馬嗎? 為何來這裡? 很明顯是說裝備, 你看看 對, 上馬之前要做足安全措施 好了, 上馬之前不如說說裝備 好嗎? 上身穿一些舒服的貼身衣服 下身可以穿馬褲也可以 如果沒有的話, 可以買一條有彈性的長褲也可以 教練, 那我們倆的打扮 合不合格? 很明顯就是不合格 不要緊, 不如我先說馬帽 這個是騎馬要用的 要是英國騎術會認可的馬帽 讓我看看適合你 我先試試 嘩, 為何這麼硬? 哈哈, 沒了 可惡, 你想做過嗎? 不是呀 教練, 我想問這個頭盔 可以在哪裏買嗎? 其實這個頭盔可以在馬帽學校的接待處買 或者你可以租用我們自己也可以 嗯, 我們好像說得差不多了 不如, 走吧 嘩呀, 你看看 還有手套和鞋子都未說 手套很隨意的 不如先說說馬鞋子吧 最重要是有少許搶的, 騎馬就安全了 教練, 我有個問題 為何一定要穿些有搶的鞋子或馬褲呢? 其實防止鞋子插在腳踏上 騎馬就安全一點 嗯, 明白了, 我們可以上馬了 出發 出發 Sorry了, 其實時間下課了 下次早一點吧 Goodbye Class Goodbye Sir Goodbye